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边苦恼西江的那点事 我们都知道西域还是有问题的 虽然刘达派出兵马救出了在西域的汉军 虽然最终已牺牲了几百人的代价 仅仅救得了耿公等十六人的性命 但是无论如何还是展现了汉朝的威风 于是乎 刘达马上召开了一次御前会议 讨论的主要问题有两个 一 是否撤销西域督户和物销位 二 是否招上在西域的班朝回国 和前面几次商议一样 朝中同样分成了两派 逐撤派和不逐撤派 逐撤派的代表人物是司空第五轮 部主撤派的代表人物是司徒鲍玉 在上一次和第五轮的PK当中 鲍玉笑到了最后 刘达最终决定派兵去西域救援 虽然最后只救出了十三人 但他认为值得 这次两个人依然是针尖对麦芒 共说共有礼 婆说婆有礼 结果左右为难的刘达 也是皇帝难断国家事 最后只好出一道命题来考二位 题目是 怎样消除旱灾 这是有缘由的 公元76年的春天 京城洛阳还有衍州 玉州 徐州 出现了大汉 正月 刘达下诏 命令衍州 玉州 徐州等三州官府 开仓阵迹灾民 但效果没什么 借此机会向他们提出了救灾策略 面对刘达的提问 宝玉回答说 陛下刚刚即位 即使有失当之处 也不会导致灾疫出现 我先前曾任汝南太守 负责审理楚王之案 在当地拘禁了一千多人 这些囚犯 恐怕不是全都罪有应得 大案一发 被冤枉的人往往超过半数 此外 由于被流放的人和亲属分离 死后的孤魂往往得不到祭祀 我建议让流放者全都返回家乡 取消不准做官的禁令 让死者生者各得其所 这样就可以招致祥和之气 消除汉象 对于鲍玉的回答 刘达很是满意地点了点头 接下来 第五轮回答了 这不明则已 一鸣惊人呢 他说 这些年 我们在和匈奴进行无休止的征战 为了打通西域 花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 这才导致天下百姓负担加重 老天爷怜悯这些老百姓 所以才会发生旱灾进行警示 只要远离了战争 平息了欲望 增强了百姓的幸福指数 天灾自然就平息了 最后指出 秦始皇修长城 功成浩大 姚毅贫征 胡亥不改前代政策 终于失去了天下 因此 校园皇帝放弃了朱牙郡 光武皇帝拒绝了西域各国的归附 如今在义武屯田 和在楼兰住房的士族 久不欢乡 这不合上天之一呀 第五轮的回答很巧妙 他是以神论神 拿老天说事 就是论事 拿死去的皇帝说事 以理论理 隐具古经各类正反面教材 高屋兼领 刘达听到之后说了 听君以席话 圣读十年书 就接受了第五轮的意见 公元七十六年 汉章帝刘达下诏 将物校尉 己校尉和西域都户 一并撤销 赵班超回国 前面讲过 班超以独有的气魄 在西域立万狂澜 集二连三地搞定了一些难踢的头 成功奠定了他在西域的至尊地位 在关崇等人战死 耿公胜利大逃亡回国之后 班超成了汉朝在西域唯一的留守儿 此时他成了汉朝 留在西域的星星之火 但处境也是相当的危险 随时都有可能被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现在 刘达的意志 招他回国的诏书 像一根救命稻草一般 回到了汉朝 班超肯定就化险为夷了 谁都认为这是天大的喜事 可班超就是班超啊 就像他几次三番在西域 取匈奴使者手机 如入无人之境的英雄创举一样 他是特别的 是独一无二的 所以接到刘达的诏书之后 他是喜忧参半 居然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喜着就不用说了 回去就可以捧着金饭碗 享受荣华富贵 不用在这儿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了 有的是 多年来生活在西域 对这里产生了难以割舍的情意 他甚至都在这儿取妻生子了 早就把自己的感情融入在这里 把自己的根扎在了这里 不是说走就能走的 更重要的是 他是汉朝驻西域的钦差大臣 有和西域各族人民 联合抵抗匈奴入侵的神圣使命 特别是耿公撤回国之后 班朝成了书勒成的继守者 他以极少的兵力 镇守书勒成 于书勒王构成首尾之势 抵抗求此孤末等国进行的进攻 坚持的时间比耿公还要长 他接到诏书肯定是五位杂陈了 走还是不走呢 这是一个问题 可是在这个人生的十字路口上 班朝最终还是选择了 背起行囊打道回府 原因很简单 黄命难为啊 但是班朝不会料到 就在他准备启程回国的时候 书勒国的百姓急了 他们对班朝的离开感到恐惧 就派了一个代表去说服他 这个人就是时任书勒都尉李衍 面对百姓的信任和期待 李衍也感到了身上的压力 于是乎他充分发挥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 对班朝进行了最后的挽留 我们都知道现在女人撒泼的制胜法宝 一哭二闹三伤调 李衍显然具有强烈的创新意识 到他这变成了一哭二贵三自杀 李衍首先进行了哭诉 说可以表达自己的情感 而哭着说话更能打动人 所以李衍用哭进行劝说 显然是有备而来啊 他当时一边流泪 一边痛哭着对班朝进行劝说 如果你们抛弃我们而去 我们一定很快就被求此等亲奴派国家给灭了 另外呢 我代表舒勒国上下全体军民 恳求你们这些远方的客人留下 只有留下 我们舒勒国才有希望 可班朝只是无奈地摇了摇头 眼看第一招失效了 李衍马上出了第二招 他扑通一声跪在班朝面前 他一边跪还一边唱着 我怎么就感动不了你啊 班朝又回了一句 保重 李衍看哭和跪都没有效果 还不死心 马上使出了第三招 自杀 他拔出剑来 对着自己的脖子就是一下 本来他是想作秀表演一番的 但看到班朝如此坚定 要一去不复返 心中一挤 手中的剑就硬生生地磨进了脖子 邪光似剑 带走的不仅是一条人命 也是一种绝望之后的决然 李衍死了 班朝哭了 莫了他还是走了 原因很明了 黄命大于天 可是呢 走到于天 班朝突然决定灰心转意 为什么李衍祭出男人的致命法宝 自杀了也不能挽留班朝 而现在他却动心了呢 原因也很简单 其实他不想走 而完成挽留班朝这一光荣使命的 是于天王和贵族群臣 于天王显然吸取了李衍的教训 他采用了两样武器 一苦而报 显然对于心如铁石的班朝来说 面对任何一个人 都已经可以做到无动于衷了 于是 这次他在哭的同时 叫上了贵族群臣 大家来了个集体痛哭 细心的朋友还会记得呢 当年王莽在王国之际 为了力挽狂澜 还举行过大哭比赛 这次于天王和贵族群臣的集体痛哭 虽然规模略逊于王莽 但王莽的哭是表演 而这一次 他们却是因国之将亡 而发自内心的哭 自然哭得情真一切 哭得离花待遇 哭得死去活来 哭得惊天动地 考虑到班朝 可能对哭并不太感冒 于天和群臣 在哭的同时 有的抱住班朝的左腿 有的抱住他的右腿 有的抱住身子 有的抱住他的头 在把班朝抱得 严严实实的同时 其他人眼看没什么可抱的了 就连他骑的马也没放弃 您就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啊 您就是我们的神啊 您不能走啊 您走了 我们也不活了 于天和群臣们一边哭一边抱 一边抱一边哭 班朝的处境很危险啊 不是被眼泪淹死 就是会窒息而死 走 眼下的局面走不了了 流 才是明智的举动 再加上班朝本身 也想实现他原来的抱负 想到这儿 班朝使出浑身的力气 挣扎出来 大声喊着 你们别再哭了 再哭就水漫西域了 也别再抱了 再抱我这骨子就断了 我留下来还不成吗 于天和群臣们听到这个 这才抛开了眉间的乌云 一个个脸上都笑开花了 大家又敲锣打鼓 欢迎西域英雄班朝 重返舒乐城 可是啊 现在的舒乐城 还是那座舒乐城 人也还是那些人 但是地盘 已经是求此人的地盘了 原来 都尉李衍连自杀 都不能阻止班朝远去 这让舒乐国人民 很是悲伤 很是绝望 悲伤到了泪流成河 绝望到班朝前脚刚走 舒乐国有两个城市 后脚就跟着走了 一个向东 一个向西 他们向西投降了求此 并且美去明曰 避免打击报复 刚办理完投降程序 签订好联盟合同 班朝又高调地宣布回来了 反叛者一听就傻了 这明明是跟我们过不去呀 就在他们还没有 回过神来的时候 班朝再次发挥 英勇果断的特长 以雷霆之势开始亮剑 他手中的利剑出手 结果以吹灰之力 就把舒乐成反叛之人 来了个一窝端 然后带领舒乐国部队 去摧毁叛军的军事联盟 遇透过 结果以摧枯拉朽之势 斩杀了六百多殊死 抵抗的人 做完了这两件事 班朝还有一件 很重要的事要做 写信 这不是一般的信 而是一指回刘达的书信 信分为三个章节 一是向汉章帝说明了 西域复杂多变的局势 提出了凭西域 断匈奴右臂的战略意义 二是请求继续驻守西域 三是提出了 以一致一的伟大构想 认为应当借助西域各国的力量 一举平定西域 刘达当然知道 班朝现在采取的 实际上是将在外 军命有所不受的策略 但还是被班朝的 熟悉所感动 一是文笔好 二是情感真 三是内容实 四是寓意深 总之 班朝在信中告诉刘达的就是 爱西域等于爱自己 抗匈奴袁西域 功在当代 力在千秋 京城所至尽时未开 刘达被班朝所说打动了 感动了 最后就答应了 班朝留下来了 苏勒国叛乱也很快平息了 班朝并没有小福吉安 而是决心在西域干出一番大事业来 并且很快就付诸行动 公元七十八年 班朝把目标 瞄准在了北匈奴的营兆 孤墨国 班朝之所以这样选择是有原因的 一来是孤墨国国都十城地小人西 属于义工难守的地方 进攻这里没有什么风险 而是借着攻打孤墨国 达到杀鸡儆猴的目的 事实证明 班朝的战略眼光 那不是一般的高 而是非常的高 他率领着 舒勒 康居 于田 居民四国联军 大概一万多人 浩浩荡荡的 进攻孤墨国失城 结果班朝再次延续了 他在西域战场上的不败神话 很快就攻破了孤墨国失城 战利品是敌人的七百克头颅 轻松搞定了孤墨国 班朝信心大增 雄心大起 欲望大涨 决心彻底平息西域三十六国的 叛变和动乱 可要实现这样的宏伟蓝图 光靠自身实力 和空界西域既得势力是不行的 于是呢 班朝在把战略目光 放延整个西域的时候 却把战备目光转向了国内 他又开始上书 就是增兵 增兵呢 你得有几层意思啊 班朝在奏书里说了 先帝想要开辟西域 造福百姓 这才一边北伐匈奴 一边安抚西域 效果很明显 善善于田 很快归附于我大汉王朝 菊米 沙东 舒勒 乌孙 康居等国 也都愿意归附汉朝 这给了我们在西域立足的巨大资本 现在亲奴派只有仇慈 我问他们成国的大小 都说依靠汉朝就像依靠蓝天一样 古人云借力打力 以柔克纲是武学的最高境界 现在我们应该采用 遗敌来攻打遗敌的策略 要搞定求辞 我们可以采取黎毛换太子的战略 扶持求辞世子白霸 做求辞的国王 以齐步兵兵数百送他 跟其他国家联兵进行逼迫 一年之内 求辞就会不攻自破 求辞王就会束手就擒 与此同时 再用离间计 对付燕旗和刹车等反叛国 平定西域 指日可待 而我呢 很想学张谦那样 为身于旷野之间 忍辱负重 踏京而行 为大汉开拓西域 斩断匈奴之右臂 最后的结束语是十六个字 大汉忠兴国立正龙 臣奉国威 齐功必成 听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